将环境污染的议题发挥在毕业成果展的作品上 希望能够提倡注重环保 屏东科技大学时尚设计与管理系 产学洗手装班 在校内举办毕业成果展 今年48名毕业生 吸引国内知名美容美发等业者到学校强学生 成功让学业与就业无风接轨 这一次的主题的展演 有包括了环境还有社会议题 以及公益方面包容万象 学生们都非常的用心 在他们的三年所学 展现出来在这一次的成果展 也希望不管是学界或业界 来看一下他们真的是实力非常的雄厚 当然这些学生在展完了以后 即将进入第四年的时候 也是要到校外的产业界实习一年 我们这组主要是希望大家重视了生态环境的议题 所以才会利用这些材质来做这些投资 因为其实生态一开始是好的 只是因为一开始因为人为的破坏 所以造成我们的东西会很有损失 然后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不担心这个问题 直到可能今年报地球暖化 大家今年就重视 明年报海水暴涨 今年大家都重视 其实是每一年都没有说真的有实施 所以我们希望做这个来警惕大家说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重视一下我们的环境 每个同学将对环境污染议题的关怀 原住民文化的关注 异材质的互相结合等应用元素 结合到作品里 创意十足 精彩的作品让人惊艳 也将学校跨领域教学的成果 在同学的收获上展现 时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屏东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到